來自關度的阿嬤們扭腰百臀 跟著音樂翩翩起舞 除了利用彩球 還用扇子當成道具 跳出銀髮的熱情與活力 也為台北市政府推出的 失智者正面形象影片首播 進行宣傳 照顧一個失智症患者 不是只有衛生局的事 也不是只有社會局 這一定跨過很多局處 從民政局 社會局 到衛生局 勞動局 這是整個要去想辦法 去把他跨局處整合 台北市長柯溫哲與衛生局 社會局等局處 共同啟動強化台北市為失智症 與照顧者的照顧網路 與資源 推出失智症影片 鼓舞年輕的失智者 重返社會 轉化刻板印象 截至六月為止 台北市失智症人口約三萬八千人 出估台灣到二零六零年 失智症人口將達到八十五萬人 失智症照顧政策 也將逐漸從預防篩檢到確診之外 也能發展出協助年輕失智症的政策 打造出失智者的幸福城市 既然是美元 材败报道